聽到指令士兵用躍進方式往前 接著採用握姿 櫃姿及戰力射擊 正式陸軍部訓部為了模擬真實戰場環境 所推出的實戰化射擊訓練 首度在媒體鏡頭前曝光 軍方借進俄乌戰爭 從去年初開始研究規劃 年底完成全軍驗證 將我們的準則做一個頒布 在今年的時候正式納入我們的建設及訓練 國軍進修賣力操演 看起來很容易 但實際體驗沒這麼簡單 陸軍的實戰化訓練到底有多累 記者現在實際帶您體驗看看 從一開始拿強動作就不馬虎 聽到指令我也立刻往前衝 過程中鋼盔還不斷遮住視線 接著到了定位要瞄準 看起來動作一百分 但其實有點喘 這也影響了我的專注力 剛才這樣跑 跑從前面跑到後面來 感覺到真的是蠻喘的 國軍真的是非常多容易 快速移動之後的那個呼吸 要去馬上做到靜下來的動作 不然在射擊的時候會很不穩定 會瞄不到靶 為了讓官民適應訓練 憑使用重訓跟鍛鍊心肺來加強體能 而未來的一年一無一進到部隊之後 同樣也要接受實戰化射擊訓練 陸軍改變過去傳統的打靶方式 增加更多實戰化射擊 以應付更複雜的作戰環境 希望能夠達成克敵制勝的目標 以上是華語新聞送局李景強 在桃園的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